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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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知道真相 我就不相信我的朋友 有什么事对不起我 每个空间只有一个人能互动 这空间是谁能互动 这是大德的故事 大德 恩琪 我 他今天又惹妈妈生气了 每次妈妈都会让他在院子里反省 你书包里的东西我都看到了 今天给我在院子里好好地反省反省 把小黑版的题目给我做出来 不然 别想进屋吃饭 啥子啊 去花圃里取石盆花 在院子里摆成五牌每牌摆四盆 花圃 不是 石盆花怎么排成五牌摆四盆 因为他的五牌 这里有一个他的书包 这应该是在小时候吧 这个是阿浦吗 这后面还有话 他们都嫌弃我笨 只有哥哥你耐心地给我讲题 大德跟你有关系 大德是你哥 小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补习班的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张作文子 作文题目是我最讨厌的人 写了第一句 我最讨厌的人是我的妈妈 然后这个地方还写了一个妈妈的七不准 不准吃果冻不准吃辣不准靠近小动物 不准滑滑体不准自己系鞋带 不准不写作业不准出去玩 然后他的背包里面全都是不准的 不准的 然后他七不准 你看一下啥没做吗 石盆花 那为什么能这样呢 确实是三角形 三角形可以吗 五角形 五角形 对对对五角形 解开了进去摆吧 五角形 花不在 花在哪 花谱里面取啊 就在里面取啊 12345678 去吧 去吧大恩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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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你小心摔倒 感觉像胶一样 哇哦 等一下 哎呦 这什么 啊 这是那个 飞牛顿 飞牛顿 飞牛顿流体是吧 用点力 用力 你要你要踏步 实际 哎哎哎哎 这么走 要不要亲居跟人在传一下 一块儿嘛 当然可以了 这样吧 你放在这儿 我给你端过来 对 我拿什么 你放在这儿 给你端过来 好 对 好 我说大家真的一块儿来一下我这儿 不是他说一个空间不是只有一个人能互动吗 并跟关键人物进行互动 每个空间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到互动的机会 我跟NPC互动 我跟NPC互动 哦哦对的 那就都可以进 都可以进 哎 玩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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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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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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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缓慢动的时候他就可以动 哎 对 我踩过来 这个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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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盆了 还有三盆 我这解了一个 来嘛 吴九星 先摆五边形 然后再就延伸出去延长线 好 好 这样 对不对 五边形 来 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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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这儿一个 来看看那边 脚一上一个 对 这一个 好 来 好 好 这么简单的题目 你怎么才做出来 骂谁呢 把我最喜欢的那盆康乃兴 给我搬进来 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 其他的小朋友 就在院子里等一下吧 好的 伯母 大恩 快去看大德的妈妈 哪是康乃兴 这个 这个吗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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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神经病 你还不能进去 我没进去 我在门口观望一下 一边 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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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吗 吃 我开灯了 我开灯了 喝了 很苦 喝完 我弄了一下午 尊重 说说吧 今天都犯了什么错 我 我今天 就是 吃了辣条 你吃了什么 我 你吃了辣的 知不知道 你小时候一吃辣的你就拉肚子 所以我不让你吃辣的 你给我站起来 我让你吃 坐 你们老师和我打电话了 他说 你今天作文没写 但是你写了你最讨厌的人 是妈妈 会有这么让你讨厌吗 就是您可能之前管不管太严了 然后 行 作文不是没写吗 你今天 现在 你就给我编 你编也给我编出来 我看看你怎么解 我那个用了一个隐喻 正所谓 打是亲 骂是爱 讨厌就是喜欢 其实 我 我是这个意思 对吧 对啊 妈妈是为了你好 对不对 这你都知道 对吧 都在心里吗 六 对了 你考的第几名 我好像考了第六名 然后第八名 第十名 你自己看 第六 第九 第十 你就不能高高一点吗 你知不知道你爸啊 他就不让我出去上班 就让我每天在这个家里 监督你 照顾你 让你好好学习 爸啊 只要你成绩不好 他马上就跟我吵架 好像你成绩不好 都是因为我是我的错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就不争点气 给我考个D呢 不是 真的 一般别人都说666 我就想考6 我以为你没有开心 你们玩笑吗 不是玩笑 你知不知道啊 我朋友他们带坏我的 跟我 跟我没关系 我们走 他走会不理他 太不仗义了 怪不得你没朋友 你不知道吧 我们有个群样跟没拉你 你以为 我本来还对你这次考试有点希望的 看来不用了 妈 你别生气 你吃点香蕉去 在这儿 妈 妈 别别别别 妈 别别别 冷静冷静 儿子 别别别 儿子 妈就是 变成续 变成续 妈跟你说 你 妈 真的 你不是最讨厌我吗 没有 我刚才都跟你解释了 讨厌就是喜欢 你跟你爸过吧 不行 真的 别再来找我 别别别放 别别别放 我们大家大家出来 我们别理他 他说他成绩 没考好怪我们 我们 我们几个好兄弟 还趁他进去 在里面拿东西 那么辛苦我们 我们六个还跳进去 专门帮你拿花 不是 难怪小丑说 互动之后 你看看他还是不是你的朋友 对 哈哈 我当时还没听懂 对 不是 都是我的朋友带坏我的 这要当什么朋友啊 我们就有一个群 就是没拉你 来着 本来想要拉你来着 现在不拉了 刚才他在里面跟你们说 跟你说什么 会有个体验券吗 对有一个体验券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线索啊 兄弟们 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进了 可以进去了 对啊 没想到妈妈真的走了 她再也没见过妈妈 如果她是一个特优生就好了 爸妈就不会吵架 妈妈也不会离开她了 这是阿黎的故事 阿黎 她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 有一天 爸爸带回了陌生的妹妹和阿姨告诉她 之后他们就是一家人了 渐渐地 她发现这个家里没有人关心她 日记本成为了她唯一的朋友 她把所有重要的事都记在了上面 那我们现在应该干嘛 兄弟们 日记 日记 日记本在哪儿 找一下阿黎的日记本 好 找找找 诶 这里有一奖状和一个树 我念嘛 有了妹妹后爸爸对我越来越冷淡啊 今天我做了一件大事 邻近家的弟弟大树 我呀 邻近家的弟弟大树 我呀 在街上玩的时候 差点被陌生人拐走了 幸亏我机灵 把大人们喊来救下了她 我呀 是否他们给我送了锦旗 但其实这样 爸爸也没有夸过我 还把锦旗丢在了地上 我只能默默地把锦旗收起来 最近我发现做一些讨爸爸欢心的事 他能更关注我 于是我记下了爸爸的喜好 一 爸爸喜欢用保温杯喝水 二 爸爸进屋就要换拖鞋 我要第一时间递上去 三 爸爸喜欢吃剥好的香蕉 爸爸每天回家后 都要在院子里乘凉扇扇子 我每天吃晚饭前 爸爸都要给盆栽浇水 爸爸每天工作都会肩膀疼 我要随时给帮爸爸按摩肩膀 等爸爸回来后 我一定好好表现 爸爸也许就会爱我的 要把这些事情做 爸爸会回来了 他要赶紧把爸爸的东西准备好 好 要干什么 保温杯喝水 香蕉 香蕉 扇子 这水我都倒好了 爸爸的水你喝什么 这个签你们拿去吧 这个签你们拿去 扇子呢 烹火 烹火在哪 热死了 哎那谁 我回来了 哎爸来了 脱鞋呢脱鞋 哎呀你们不要这样 还不快出来 哎爸 这个拖鞋 谁搞的谁搞的 哎你带同学来家里 你也不说不家里收拾一下 你看这乱的 香香你你先吃你先吃 我收拾 走走往前走往前走 都是儿子 爸爸这是我带回来的同学 跳大树 您渴了吧 收一下收一下 我这都收一下 来您喝水 吃香蕉吃香蕉 人家无认了 人家热不住了回来 来来来 爸您热了吧 您热了吧 这儿还有我 好 好了 同学们进客厅里面玩 好 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进客厅喽 怀恋之强为什么把他补白 爸爸我回来了 爸爸快快来 妹妹这个 妹妹喝水 快坐 快 爸爸专门给你留的 你看 哎呦 这个剥的不好 哥哥不会剥 谢谢爸爸 哎呦 真贵 你看妹妹 哎呦 真挺滑 今天热不热 热热 热 爸爸给你扇 看 这才叫扇风 嗯 喝起来了 我说喝起来 喝起来 我有点渴 妹妹喝了吗 我刚给妹妹滴妹妹不喝 在学校都学了什么 跟哥哥说一下 我在学校 先学了一支舞蹈 可好玩了 我跳给你看吧 真的呀 好好好 真的 看到没 舞蹈你会吗 我没学过吗 你跟妹妹学一下呀 学一下呀 学一下呀 好 听听听听听听说 那棒太棒了 你行吗 来 让哥哥单独给你表演一遍 好不好 好 王老师来一个 王老师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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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还挺好 可以 还是我妹妹乖 我妹妹最棒 爸爸我长大以后还要跳舞 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舞蹈 好不好 真的吗 真的 看看妹妹的追求 这才叫有追求 这以后到舞蹈家的 你有什么追求 我 靠金黄 他考个六啊 他考清华 哈哈哈哈 他能考上清华五 我当年也上清华了 哈哈哈哈 我 我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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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 我呀 嗯 啊 你也呀 眼力劲 眼力劲 哎呀 说了一点眼力劲都没有 你同学都比你有眼力劲 行了 我一会儿带妹妹出去玩 这有点钱 带同学出去吃点好的 大伙不给我们分 我们告状啊 立即得分 走 宝宝 我们出去玩 再别别抓弄乱了 慢慢走啊 妹妹慢慢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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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现 无论他做什么爸爸都不喜欢 如果他像妹妹一样活泼可爱 还会跳舞 爸爸是不是就会多看他一眼呢 你也要分给哥几个了 你分给哥几个吧 产妹真的是 好多哎 这个就是 大家把钱拿的 我不要钱 我表演不义 陶老师 陶老师 拿十块 兄弟们 那我们艺人艺人一顿麻辣汤 开干走 你要换地方吧 你要换地方吧 厕所 前面前面一闪一闪亮晶晶 这是小草的故事 找草 那些人又来了 他不能被那些人找到 快进隔间躲起来 来了来了 躲一下吧 我们艺人找找个坑吗 哎 哎 哎怎么 进不去 那啥意思 那你可能一起进来 那就两个人一个 过来吧过来进来吧 两个人一个 就这看一下 为什么要进来 哎呦喂 真 哎呀 我的兜里呢 你看我的这里 我都不想擦 我都里面 哎呦喂 不是了 又不是了 嘿 出来 快点 嘿 出来 哦 出来 多什么 实相点 快点 出来 别让我等太久 别让我等太久 出来啊 出来 哦 我的天啊 他站起来了 咋样 不进去 我小草 心不改心 做不改心 出来 要杀要剐 是 砍头部落 过后 我 我 王大哥吧 站在这 好上个厕所 站好 好 好 你为什么不出来啊 忘带零花钱 孝敬哥哥了 陈总是啊 那就看看你包里 有什么啊 还有个日记本啊 还有个日记本啊 还有个纸飞机呢 纸飞机 这上面还有字 不是你玩飞机歌传书呢 哎呀 挺浪漫啊你 行 念出来 念出来 我 试试 试试 大石 试试 试试 吃了这颗糖 看了这个笑话 你就不会不开心了 从前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差劲 他就去加油站工作了 因为那里有很多人在说加油 嘿嘿嘿 这什么烂笑话 啊 然后呢 今天目看 很好 也不重 学里 어지 大家 讨厌 这是 新 blonde 逵 贵 人说 你们竟然抵出 小 bags IO 排一下 班长 别 来比晴 站好 站好 走吧 回去 算你 没你的事 让我们回去上厕所 行吗 行 回去 先回 算回去 算了 算了你 给我三分剥面 剥啥 进来送真了进来 站好了 不关你们事 念 我们接着念 你的笑话真有趣 你好优默 吃了你的糖 我就开心多了 班长对你评价挺高嘛 你平时表现 肯定好 文文静静的 柔柔弱弱的 那也 漂亮啊 表现好 就得有奖励 同学呢 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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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哎 哎 哦 真挺好看 看这细胳膊细腿的 来来来 白个姿势来 派派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来来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 可一定要把我传到晚上去哦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看吧 半哥 白白嫩嫩的啊 好看吧 好看吧 半哥 不好看啊 多帅啊 行 表现这么好啊 嗯嗯 那你这位在这儿 好好反省 反省 哎 时间快到了 咱还得看比赛呢 篮球赛 一打五呢 哈哈 哈哈 哎 哎 气死我了 啊 默契少年穷 哈哈 哈哈哈哈 红色衣服 成了他永远的噩梦 哦 如果 他能像篮球运动员一样高大强壮 这些人肯定不敢再欺负他了 虽然那一趴演得很配合啊 但是那一刻的确有感受到那种 周星驰电影师的那种小人物的那种心酸 你明知道自己 像个小丑 你明知道他们是在欺负你 但是你为了 暂时活下去吧 然后你就需要去 迎合他们 就是必须抢颜换下去做 当自己真的去扮演那个角色的时候 感触还挺深刻的 哦 所以小草就开始健身了 阿里他就跳舞嘛 他们每个人六个人每个人 有一个性格标签 阿里就是他说他要像他妹妹活不可爱 妹妹活不可爱 小草就是想变健壮嘛 还有东西呢 珠宝也不看 啥都不要了 看看小草的日记啊 我经常被班里的坏学生欺负 整夜把我关在厕所里搬我回家 还好我有一次偷听到清洁大爷 在厕所里面留了一把备用钥匙 藏在了墙上的电箱里 电箱的门由风力开启 当风力持续一分钟 达到一百时 就可以打开电箱了 那有一个刻度表 这没动啊 有有有拿这个扇子嘛 这个不太行吧 这个风肯定不够打 就是吹 就是得吹 谁最能吹 飞回来 你你练声乐的 一分钟是不是得接力啊 一分钟是不是得接力啊 这接力都接 它都没到一百 它要持续一分钟再一百 没有什么工具啊 这有吹风机朋友们 还有吹风机呢 插头在这儿啊 插头在那儿 这啥意思啊 哦 要拿这个直接 接那个风是不是 长度肯定不够 它这有胶带 把两两缠在一起 来吧 干活 有剪刀吗 哦 它这个可以扯 这还得粘结实一点 哎 这样两个人服 我来缠 这中间真的能够 密封好吗 没事 它那个胶带能防住风的 需要多长啊 要蛮长的 这个胸还要拐弯 那应该 不不止就这一个胶带吧 有没有胶带了还 还有胶带没有 还有胶带没 你再找找还有没有胶带 没有了 快没了快没了 真的够吗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再缠个三五哥差不多了 没有三五哥了 没有胶带怎么办啊 完了不够 根本不够 不是 我们人再接一接嘛 人怎么接啊 只能用手把这个风挡住啊 那能咋办呢 这不行 这会漏风 没有胶带肯定会漏风啊 这个可以试一试 可以试一试 试试吧 试试 它有一个弧度 他这个东西 对 握一下 一人拿两个 对 够吗 长度 只能这样啊 只能这样啊 试一试 开吹 好 你能不能开凉风哥 开的这么多啊 哪边是凉风 这凉风 来自 有有有 快快快快 再生再生再生 吹再吹 漂亮 到了到了保持 保持一分钟 怎么越来越热了 怎么越来越热了 是凉风吗哥 我不知道怎么是凉风啊 先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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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坚持一会 都手稍着了 往往这边点 往往这边点 不行 就就就就开了 来自 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 坚持一分钟 哦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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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bro 跳起来 哦 这宿舍 哎 哎 我们现在到哪了 人齐 人齐 这些好多衣服 他们都是 潮流就穿 number one 上小萌 app so number one 做自己的 number one 哇 好好好 哎 这是 咋回事啊 谁的红裙子吗 红衣服 哎 每个人都有红衣服 哎 哎 等下 孙静师长梁 大韬 辅导员签名大韬 大韬 是辅导员 我大学辅导员 我大学辅导员 这是谁的一个综合素质评价表 年级大二 有这么几个评价指标 分别是道德品质 学习能力和运动健康 他的道德品质和学习能力 都是梁 运动健康是优 然后辅导员的评价是 该兄吃苦耐劳 不止下去的 晨跑任务 只有他风雨无足跑了两年 一个这样有毅力的人 相信他未来成就无限 谁给谁的评价呢 这是 谁呀是 这是阿峰 阿峰 室友是他仅有的朋友 室友们马上回来了 他赶紧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拉上帘子睡觉 不能发出声音影响他们学习 是 兄弟们晚安 拉上拉上 快点快点 室友要回来了 快点快点 哎呦伙子 东西太多了 累死了 我跟你说 今天那逍遥本乐队的演出 太带劲了 我太喜欢那个主唱了 我也是 人家都有过情啊 Rock and roll 他现在是学校里面人气最火的呢 真的吗 对啊 他那件红色皮衣太好看了 我要是有件该多好 哎不对 你有吧 我记得我好像真有 有 我放哪儿来着 明天找出来 让那谁帮我洗洗 你让他给你洗 你给我忘了 他最讨厌红衣服了 你想想来 我们每个人床上都有红衣服 就他的没有 这上面也有红衣服 还拉帘子 是不是都有红色的东西 我这啥都没有 只有一个火树的鞋印 鞋印 哎呀 没事 我跟你说 他已经被我们拿捏了 拿捏了 我要他洗的一定会帮我洗的 说白了 他就是我们一个小老弟 小老弟 没有我们谁搭理他 对啊 行了 行 学习吧 哎 那谁 还在睡觉吧 他在吗 没听到我们说话吧 我们刚好拿这么多快递 帮我做点事情 都是好兄弟 哎哎哎哎哎 醒醒 醒醒好兄弟 哎哎哎哎哎哎 不 哎哎哎哎哎兄弟兄弟呢 你怎么你在宿舍呢 哎啊我睡觉睡觉了那个 哎那个刷艺我们现在即日搞学习了 对啊这个快递里边 有我们要学习的资料 哎呀不你就帮我们拆一下 哎好兄弟好兄弟 哎哎哎哎果然是最好的兄弟 我就跟你说了嘛 就是 有剪刀吗 这这这 哎但是 我要提醒你一下 因为我们学习很紧 所以我们声音小一点 对 别吵了 不要吵到我们 我们都是好兄弟 你应该理解我们吧 来来来 看人最好了 看人最好了 上次我们学到哪里了 aba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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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到尖头了 尖头尖头 是吗 尖头尖头 来尖头是什么意思 你告诉我 尖头 尖头是什么意思 尖头是什么意思 真是 真是 我还是我好兄弟 还是兄弟好 就像我 我只会abandon 对 那尖头妹呢 尖头是温柔的 尖头是神是 也是神是 也是神是 就是我 哎 让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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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位边城 哎好好好 兄弟真太好了 哎呀 过会儿这个 教材啊 今天老师正好发的教材 好 人家就给你了 好好好 速快速快点 你看到我们在搞学习对不对 他这种行为非常的不尖 对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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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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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他安定 你让你朋友安静你好不好 好 安静安静 啊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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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很让人驱惊 我觉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 非想宝贝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想成为 你想称为 非想宝贝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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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说这个室友真的是哎 不是你为什么要在宿舍里买玩具啊你别管他了你让他帮我们拆吧吧走走走酒 等等 撼给你 我跟你说如果你不好好拆 这学习资料我真的就不给你了 对啊 我们马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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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是给你给你拆快递了吗 打鼓呢哥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了吗 打鼓呢 很开心啊 敲路打鼓啊 算了算了算了 不是我在这真没办法学习 我也学不着 你就你比 flying baby 还吵 我真的觉得 这学生资料自己好好看一下 好不好 好 老师今天新发的 谢谢谢谢 看不对你多好 那也好不好 再送你的 再送一本再送一本 轻松学会 假吧 一定期末考试考第一 你只给你这个啊 你是不是好听你 是不是好听你 是是是 一辈子啊一辈子 是呗 那你咱告诉我一下 什么是 flying baby 是他是吧 我刚刚居然学会 我刚刚居然学会 我刚刚居然学会了 加油 哎呀他很臭 给我给你们洗衣服 哎呀你身一小一点 快走快走 他太吵了算一杯 你吵到我了 你吵到我的眼睛了 原来他心中的好朋友 竟然这样看待他 真羡慕那个摇滚乐手啊 是不是只有成为那样闪耀的人 大家才会回来 所以说他就唱要他就开始摇滚了 开始去搞音乐了 原来他搞音乐是为了想让别人认可他 对 Rocky 想让别人喜欢他 哎呦 印象的认可 哎呦 走 哎这不是网吧吗 mt 网 哎 这是达浪的故事 他在这家公司 兢兢业业工作了十年 今天老板跟他说 有件大事要告诉他 让他带着自己抽屉里的公牌 去办公室找他 抽屉里的公牌 你有一条新短信 抽个手机 大黄哦这是我 这是我上班的地方 真实 这个老师是哪个老师啊 不是 可能是当时带你的前辈 啊带我的前辈对 老师我实习期结束了 全办公室只有您倾听我的焦虑 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祝老师 哎呦很幸福 那高管 哦 他的不怕的那网友 那网友叫什么浪 达浪 公牌 在哪啊 可能在那个抽屉里面说真的 哪个抽屉 对 他要把这个抽屉打开 打开 这个抽屉 感应感应是抽屉控制系统 拿什么东西 这个这个 是要把这个解开以后 这才会打开吧 把这个解开就好了 解啥呢 在哪输密码呀 他没有没有输密码了 他说这感应是什么开的系统 他所拿什么感应呢 可能要放什么东西 讲出来 啊这个在这 感应是抽屉输入 七位数字密码 五分钟内将启动 然后检测到人工路过 这抽屉就会打开 然后他的提示是 两个这个渐变 两个纯子 然后两个这个的渐变 然后是三个橘 然后又是两个这个渐变 然后两个这个渐变 跟两个绿 两个绿是最后的 这是什么 这是七位 这是每一位所对应的 七位 这声音要带 知道每一个是什么意思吗 这两个子就是现在是七 两个子是七 这两个是这个 不知道这几个数字是啥 哦反正就是这五个 就这五个数嘛 对知道这几个数就好 每一个代表一个数 那蓝黄是什么 蓝黄是什么 橙色是什么 这个连线是啥意思 这个 这个连线 连的也挺奇怪的 这啥意思呀 那我们现在感觉紫色为什么代表七 是这儿过去怎么就七了呢 那我们现在感觉紫色为什么代表七 是这儿过去怎么就七了呢 我觉得有可能说的是他们路程上 比如说拐了几道弯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哦 那怎么掉呢 你看 它这个是这样的 到这个地方 这里分叉了吗 掉什么方向 到这里 这个就是这样 到这儿 哦 它就是这个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是到这 到这 对对对对 这个直接到这 所以呢 紫色到瓶子有三段 三段要通过什么方式直到七呢 是不是也得跟这个数量有关系 哦是 这一条是三 三三个瓶子啊 这一条是两个瓶子啊 这一条是一个 两个瓶子啊 三加二加二 他能他能分叉 把那些差的线段加起来 是没意思吗 我说的是 啊 这呃 就是这条线的路线是这样吗 嗯 然后这条线的终点是三个瓶子 这条线终点两个瓶子 这条线终点是两个瓶子 就是三加二加二 这个线的终点就是一个 两个瓶子 这所以就这种 哎 你这么说 哎 可能是有道理的 哦 对 对啊 哦 对 那就是 对 那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 二加三加 二加二 哦 那你这么说 对 来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那这个也是二吗 这个也 啊 不对 对 这是这样 二加二加三 二加 二加三 二加二加三 哇 这个就是 七 这个就是二加二 对 二加二 好 那就对了啊 是这样啊 好 对对对对 是多少呢 是这个 哎 那个蓝色多少 是九 九 是 九七 一二 七四 九七四 七 四 九 二 九 七 四 七 四 九 二 九 赶紧在座位上坐好 他的抽屉 就可以弹开了 拿着工牌去找老板对吧 不知道是谁 不知道是哪位幸运儿 我猜看他 庞子我猜黄子 我猜恩琪 没有工牌啊 哦我猜对了 别人选 施凯去吗 走吗 先生你找我 坐吧 他站站着了 没有我不喜欢别人站着跟我说话 啊啊那我那我跪着停 啊那我那我跪着停 他怎么上去跪下了 对我让你坐 哎好 他为啥要跪下 我这次找你来呢 主要是想跟你聊聊 你呢来咱们公司呢 也十年了 嗯 说说看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贵公司 贵公司 不对咱公司 我觉得咱公司非常的 非常的棒 能为这个公司效劳是咱们的荣幸 哎我突然间忘了哈 我的猫今天帮我擦了 哎你去帮我把我的招财猫拿过来 哎好好好 哇 你把我的招财猫弄坏了 我 哎好像他那个什么 他好像他 不是你是不想让公司发财了吗 不是不是 就是就这么简单一个是你说一个招财猫 你都能 算了没事你放着吧 你坐坐下 那我放着了 放着吧不用管你管了 坐 哦 其实我找你来聊呢 哎 你你其实也知道啊 咱们公司最近经济 撞跑不是很好 人员开销也大 明白明白 所以我想说叫你们都过来聊聊 看看 有什么想法 怎么解决这个事 哎 哦明白明白 所以想问你几个问题 啊你讲你讲 你跟外边的比 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 我没有优势 我只能好好学习了 我觉得我 我跟谁比我都没什么优势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 像 这个同事们 像老板您好好学习 很谦虚 没有没有没有 应该 公司找你的是创造价值的 是让你来学习的吗 那如果说从他们五个里边选两个跟你一起组队的话 你觉得你会选谁 为什么 我没有资格选择团队 你必须得选两个 你必须得选两个 这个问题关系到公司的未来发展 老板你太严重了 我还现在还想老板多多学习 那你跟他们比的话 你觉得你应该排第几啊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排第六 就应该向他们学习 多多学习 尽量的让我成为一个多面体 哪需要我 我就往哪搬 毕竟咱们公司的这个人才都非常多 所以说我虽然不是特别厉害 但是我还是能够及时的供出我的一份力量 说完了 说完了 其实你啊 在咱们公司呢 工作能力还是不错的 谢谢老师 但是你看啊 你在咱们公司有嘴滑舌的 然后不思进去 有机会也抓不住 然后又没有别人优秀 大家还不愿意跟你组队 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你今年都已经三十五了 你这个年纪在公司还是一个底层的成绩员 跟现在年轻人比 你已经没有任何进攻优势了 是是是确实是 这十年来你有很多次机会 但是你都没有抓住 跟你同期进来的老王 人家已经升董监了 哎 这个我知道 前两天还跟他一起这个落坑呢 所以公司出于优惠人员的考虑 只能是辞退你 能接受能考虑 帮你公拍给我 好 好 拿着你的预设名走吧 好 好 希望咱 这个 咱现在就是贵公司了 咱们贵公司能够 这个 得到自己想要的 谢老板 走了 江湖再见 走了兄弟们 走了兄弟们 我辞职了 你们就好好干啊 他这时才明白 残酷的职场上不进则退 如果当时 他努力去争取晋升的机会 成为一个职场高管 可能现在就不会被辞退了 所以说其实 他可能 他可能其实不是 他跟我们说的那个身份 其实不是他真正的身份 有可能 他希望成为这个身份 就是说了血 像我一直 一直觉得阿黎就是活泼可爱的 然后我现在知道 可能他天性不是活泼可爱的 他只想成为那样的人 因为他的经历 有可能他一直在扮演这样一个人 或者他一直逼自己去成为这样的人 那我们现在还没有碰到谁来着 还有我的熊口 熊口没碰到 哦那熊口可能就 其实不是一个喜剧演员 他不快乐 他故意要表现得快乐 他也有可能是 但是他成为喜剧演员 人初中可能是一个悲惨的原因 我觉得他可能 其实他只是享受喜剧演员 那我们别猜测了 猜测没无所 走吧 我们去看一眼 我们去看一眼看一眼就知道了 我们去看一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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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熊口的故事 她不善言辞 为了不强迫自己社交 她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开了这家一人时的面馆 那个叫好善良的女孩的出现 让她第一次想要主动一点 她忙完今天的工作 就要参加在店里举办的相亲活动 她想向女孩当面表达自己的心意 我这有一个日记 她说遇到她后 我开始每天期待她的出现 我发现她很喜欢搞笑的男生 但是我却连跟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 我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鼓起勇气 让她认识我 她还写这个上面 她有一个爱人时面馆 把功课满意度调查表 然后她说老板很热心很nice 为了不让我饿肚子不管多晚 甚至过了闭店时间 你都等我下晚自习 老板如果我成功上岸 这里面一定有您的一份功劳 祝您的餐厅越搬越好 盛业兴隆大恩 咱那个朋友是不是乱了呀 这个不是大恩的朋友 大恩只是来吃过饭 大恩只是来吃面 开灯了吗里面 对吗 开了 对了 欢迎来到原来是你交友会 现在我们的女嘉宾已经入场 请各位男嘉宾移步到用餐区 邂逅你的有缘人 哦 来吧 这是那个 以前客服受孔的那个 这个一个人去那个对面的那个 对只有一个人会碰到女嘉宾 估计 那应该是一号 哦 因为有GoPro 对 现在女嘉宾好善良 已经坐在了一号窗口的后面 她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位男嘉宾的表现 那么就请我们的男嘉宾依次地站在表演区 面向女嘉宾散发自己的魅力 屏幕会实时反馈女嘉宾的心跳值 获得最高心跳值的男嘉宾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 什么意思啊 哇哦 啊 啊 哎 什么意思啊 真选择的又来 要表演 散发你魅力 呼 二号嘉宾前往表演区 二号二号 谁是二号 我是二号 你打呀表演区 那这是干嘛 这是表演区 来 请散发你的魅力 我散发我的魅力 快快 快散发魅力快快快 哎你看那个时间有刀进石赶紧散发魅力 心动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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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嘉宾的心跳都要停了 讲个笑话 平活比心 那个 呃什么那小齐那句词什么来着 啊 隔壁怨怜女孩 我偷偷挨折 是不是那个 你来相亲 你跟人家女孩说这些 哈哈哈哈 我唱错了 哈哈哈哈 快快快 女孩的心跳都要停了 啊那唱那个啊 呃呃呃 都没版权是吧 唱自己的 听我 听我 你唱你自己的歌吧 唱你自己的歌 那就唱个我唱个歌 给你唱个听 给你唱歌听 好不好 唱歌 穿过山风 追过汹涌流 然后醒来 发现世界依旧 再一遍遍 重复的借口 看每个人 都在找 都在丢 终于踏上了四海的航船 终于踏上了四海的航船 坐背后各自寻找着 青春的宝藏找到了 青春的宝藏找到了 他怎么不跳了呀 你和我 毫无说了啊他 唱医院里 他可能不爱唱歌 你可以讲个笑话 讲个笑话 嗯 嗯 人 哎 你你你弹个 的 你你你你弹个鸟 либо %&%&%%&%%&&%n 在表演时因受到惊吓 而掉下凳子 掉 掉凳 掉凳 六 太幽默了 太幽默了 好好笑 真的 快表演 此项 掉凳 其他的男嘉宾 也可以尝试一下 我不尝 我说花生该尝试一下 我是掉凳 掉凳 对 对 啊 对 来我跟 好 你表演个吊灯 我今天表演个吊灯 今天 你表演个吊灯 对 我今天呢 就过来给你 对不起 这么卖力吗 火车 化石 你别受伤 好 我就给他表演个吊灯 李嘉宾心跳突破八十大关 李嘉宾要突破到多少 不知道 感觉好难 那我们还有谁 一个一个来嘛 涛涛你试一下 笑话呢 你先 你先 你先来 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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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来 你先 一号男嘉宾 你来试试 一号男嘉宾 一号男嘉宾 快去试试 一号男嘉宾 年男嘉宾你想一下啊 就是在西游记中啊 唐僧对着一块石头 他在那里聊天 聊着聊着唐僧有点兴致大法 在石头上画了个笑脸 回头问孤空说 你妈笑了 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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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咱你走吧 有点不太想见 好 好难 到目前为止 最高分数是来自于 五号男嘉宾的85分 还有没有其他的男嘉宾就跳 跳动 还有没有其他的男嘉宾 想尝试一次呢 三号 救他了 六号 六号找女孩喜欢 六号严直就是扛打 六号男嘉宾 你来试试 六号 我不会 你站那儿就挺好笑的 说实话你快去 你把你的什么黄转 把那些东西交叉一下 不会这样的 你给他表演一个仙子下凡 你 文青你站那儿 人家就七十九了 我六十八 我给大家唱首歌曲吧 人家喜欢幽默的 幽默的对 真的 那你来表演一个《圆规正传》吧 《圆规正传》 来给大家表演一个 《圆规正传》 我来吗 我来吗 我就唱一首歌曲吧 怎么样 六 哦 来 又认真了 就让 秋风带走 我的思念 带走我的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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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笑 只有我还苦苦 舍舅在 你 当当当当 我回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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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我的调歌好笑 你差点给他唱不跳了 我想到的 太有倡议了 还想 求求求求求 请三号嘉宾 前往表演区 三号先生 然后四号 三号就上去站一下 散发你的 魅力 讲笑话 还是要幽默 喜欢幽默的 讲笑话 嗯 有一天 这个 大象碰到 蚂蚁 问他 你都如何回蚁窝 然后 蚂蚁说 带着笑 或是很沉默 好 好 好 就玩尬的是吧 曾经啊 在一个 西方的 你八六了 哎为什么少了 没讲究八十五啊 你开口气巅峰啊 阿普 那可能是喜欢我的嗓音 可能 深夜电台 曾经 在一个 西方的边陲小镇上 出现了一只大怪物 嗯 这只怪物 奇就奇特在 它是一条 非常凶猛的大鱼 但是 它可以在 天上飞 这只鱼呀 奇丑无比 它有 六只眼睛 布满了獠牙 小镇上的居民 经常被这大鱼 狼 侵犯 鸣不聊生 村民们 都叫这只鱼为 六眼 飞鱼 有一天 镇长 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向 全世界 征召勇士 去讨伐 六眼飞鱼 这个时候 来了一位勇士 这位勇士 刚做完 MBTI测试 他也是一个爱人 所以 村民们 叫他为 爱之勇士 村民们说 勇士 快去讨伐 六眼飞鱼 勇士说 不行 我还缺一件东西 请问 勇士缺的是什么呢 这位美丽的小姐 猜不出来吧 答案就是 有勇气 因为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六眼飞鱼 爱真的需要有些六 哇 好笑 这个可以 八八八八 八八了 恭喜四号男嘉宾 获得本场最高分数 八十八分 进入下一环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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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在梦里 的确是在一个地方见过 在 我的梦里 人家喜欢幽默难不是油腻难 请你嘉宾 开始提问 那这样 我有几个问题 请你想好以后再回答我 没有问题 首先第一个 你在跟你女朋友讲情话的时候 不小心把女朋友的名字 说成了前女友的名字 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这位小姐 如果是你来问这个问题的话 答案就非常明白了 我 没有前女友 而你 愿意成为我的现女友吗 6 166 小心 可是我的问题是 你已经跟你女朋友在一起了 然后 不小心把女朋友的名字 说成了前女友的名字 不能篡改我的提音 蛮有的 我的前女友 就是你 可是你說的是另一個名字 不是你女朋友的名字 不會的 我和你可能會分分合合 但是兜兜轉轉 我總會回到你的身邊 因為情人總分分合合 好吧 那第二個問題 請問 你在和你女朋友看 《密室大逃脫》的時候 你女朋友說了一句 《楊咪真好看》 然後這時候轉頭問你 她很好看 還是楊咪好看 這時候你會怎麼回答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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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大逃脫好看 莫言 不 我 你突然感覺 沒趣挺好 沒趣太好了 我以為這是全部 結果這只是個開始 所以你獲得一個 回答問題的機會 你和楊蜜誰好幹 對 楊蜜怎麼能跟你比呢 你的意思是 楊蜜還沒有我好看嗎 對 真的 你看搞不搞笑 你看這個回答搞不搞笑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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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好 第三个问题是 你在跟你女朋友逛街的时候 她一直抱怨自己脸上长了一颗痘 喋喋不休了几十分钟 这时候耐心已经到达极限的你 忍不住说道 你到底有完没完 然后你会继续说什么 我说你脸上的痘 能让你说话痘 博老师 这么多年 担心辛苦了 不要答案什么 不要答案什么 我跟你说 网上标准答案是这样的 她说你有完没完 你要脸上没有痘 你让那些女明星都怎么活 她就会问我 你是说谁脸 我和姚明谁好看 刚才就是我的答案 刚才就是我的答案 可是我这个队已经长了我真的很烦她 真的很烦她 而且你刚才都凶我 你说有完没完喽 有完没完喽 别求助我们 你问你说 我说了吗 顺度假度 没有 美丽的小姐跟你解释一下 有完没完 我是在 问旁边的 撒尿牛丸店 有完没有 没有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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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完没完 不是针对你 你的美丽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六 好吧 那再对你问下一个问题吧 那下一个问题是 等一下 在你问下一个问题之前 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无法再忍受 你在每次提问的时候问 你和你女朋友 我希望你把你女朋友 换成 我 我生不了了 好啊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你喜欢一个女生 喜欢了三年 并且也追了她三年 这个时候 你遇到了我 然后我们一见钟情 但是当 你追的这个三年的女生 突然也在这个时候答应了你 你会选择谁 哪有这么多 你说谁 还有一个女生 知道我追这么久 没有吧 可是我知道你追了她三年 对 我就是追了你三年 但是你问我为什么还会对你一见钟情 因为这三年里 每一次见你 都是 一见钟情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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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姑爷就疯了阿姑爷就疯了 阿姑爷就疯了 现在我们的答题环节全部结束 女嘉宾是否满意男嘉宾刚才的表现呢 请女嘉宾表达自己的心意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在哪见过你了 我之前经常去你的面馆吃面 所以你是为什么会来参加这次相亲呢 因为我想为你吃今后的每一碗面 你以后吃的每一碗面都是我做的 原来是这样 可是 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那你来笑什么情啊 那你来笑什么情啊 我是因为知道她会来参加这次相亲活动 所以我才会主动报名参加的 她是一个风趣幽默的喜记演员 所以很抱歉 我不能成为你的有缘人 她是一个风趣幽默的喜记演员 所以很抱歉 我不能成为你的有缘人 很抱歉 我不能成为你的有缘人 很抱歉 我不能成为你的有缘人 抱歉 这个给你 你没想讲话 你没有想念 如果你没有想念 你シサイ鲁 你就ت想念 如果你不想念 你不想念 我就是一个 你不用想念 你不想念 好人卡 好人卡 根本 你会在你可以的 你不想念 你不想念 他听人 他听人 我喜欢的那个人是一个喜剧演员 后来他听说 女孩真的和那个喜剧演员在一起了 他明白 即使自己再努力争取 女孩也不会喜欢上 他这样沉默无趣的人 如果他成为一个风趣幽默的喜剧演员就好了 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就好了 我们去找他们了 大家其实都是在网上都说的是 自己想成为的身份 而不是自己本来的身份 不是真实的自己 是自己想要成为的自己 对大家都是跟跟跟我们都交代的是一个理想 就是就是他成为喜剧演员不一定是他最初的那个梦想 咋了 看什么 别跑 你们在经历了各自朋友的故事之后感觉如何 蛮好的 我更爱我的朋友了 这可是他们最不愿意回忆的过去了 为什么 他们怕你们会离开他们 不可能 你太小看友谊的力量了 既然这个游戏的名字叫真正的朋友 那就是要通过友情的游戏来考验你们 你们说对吗 对 怎么考验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最后的环节 你们就不要让我失望了 我可太好奇了 你们当中究竟谁能成功地救下你们的朋友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潮流就穿 number one 做自己的 number one 本节没有潮流服饰品牌 number one 独家冠名播出 对范文最烈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